香港去年面對包括歐債危機的挑戰下 外匯基金的成績表就不錯 投資收入達到1086億 倡力來第2高 當中6成7超過730億的收入來自股票投資 另外有330億來自債券 不過在外匯投資上表現較差 虧了14億 扣除政府分帳378億之後 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增至6200多億 金管局總裁陳德琳在記者會表示 今年金融市場仍要面對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要小心謹慎 今年股票市場是怎樣呢 其實這個好看究竟在一個利率是接近零 還有這麼多輪量發寬鬆的時候 這些資產價格水平可以維持到多久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外匯基金在今年的表現 另外債券方面 十年美債國債的利息已經很低了 低於2% 低於2% 變成我們如果是依靠利息的收入 都會不當不少受的影響 所以今年我們都要很謹慎去管理外匯基金 陳德琳表示當局會按部就班 推薦多元化投資 確保中長期投資回報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王家林報導 都